各位好,我是彭慧珊 講估今日整體走勢也算做得不錯 全日上升了609點,升上28,892點收市 曾經上升到28,900以上 似乎在短期整個市場 的確是經過上星期一個比較急的下跌後 才做回一定的反彈 今天來講,恒指成功升到20天的移動平均線上 不過成交收窄了,只剩下2,012億 比起上星期來講,每一天都超過2,500億 都似乎減少了少少 或多或少,可能反映著投資者 暫時對後市的看法都比較審慎 總之來講,全日升的幅度達到600點 整個板塊,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些 新的經濟類別的股份 例如騰訊,這個美團 都有一個比較強勁的上升 不過呢,升就升了 全日來講,升的幅度是比較多 達到2% 但是,在尾段時間來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競價時段的時候 好幾隻重磅的籃籌股 都是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令到收市價 沒有辦法在最後那時候 以一個高位收市 而且也見到來講 在尾段時間,似乎 那個資金都急於有少少離場的情況 反映著投資者對於今次的反彈 的確仍然有個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在現在來說,10天線仍然還未修復 以及也見到指數反彈上來 20天線流上 似乎那個RSI仍然還未能夠上去70 只可以這樣去看 現在暫時只可以摸著石頭過河 那整個市是否真的叫見底 而再進一步向上呢 暫時都只可以繼續觀望著 不過,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定心 給大家 就是恆子在今次的回調 沒有破壞到整個反彈 或者整個上升的走勢 相信今年的頂部仍然未見 Spit 了 傑依 傅 火鍋 火鍋